有很多人是誤解了 就是執著是好還是不好呢 有些人說不行的 我不執著的話 我做不得好那件事 我就告訴他們 有些東西叫堅持 有些東西叫執著 堅持是OK的 但是執著就是有問題 那怎麼分呢 其實是很簡單的 堅持就是 我很重視這件事 我很想去做好 於是我在過程中 我是會全程投入 我盡我所能 在過程中盡量做好 但是 最終什麼時候做好 還是做不做到 這個呢 我就會看看當時的恩怨 有很多東西的變化 因為有些東西不是你自己的能力範圍 是可以絕對控制的 那變成呢 真是出來的後果 不是你之前的預期 你都會接受 都會覺得 都是OK的 因為我已經盡了我的力了 我醫生無愧的 最終不成功 其實不是我個人的問題 那當然不是說推卸責任那種想法 而是你自己清清楚楚的 但是如果執著呢 就是說最終都做不上呢 我就很生氣了 哦 我會很介意結果做不到的 所以呢 堅持和執著去做呢 在過程中 堅持的人會做得很開心的 因為我知道這件事是我堅持要做的 我是很想做到的 於是我就盡量投入 但是執著的人去做這件事呢 他未成功之前都不是很開心的 就是都會覺得 還未成功還未成功還未成功 他是辛苦的 但是堅持的人呢 是沒有那麼辛苦的 因為尤其是最終是做不到的話呢 堅持的人就會 放得下了 但是執著的人是放不下的 其實這個很多人都分不下